提魂站在一旁并不搭话 只是眼嘴轻笑 事实上啊 那嫁衣女鬼 虽是鬼魅 却极为难缠 一手鬼打墙般的迷幻之术 用的是出神入化 以韩丽的灵木神通 再加上提魂的神魂感应 他们仍是被其困了整整三日 直到最后 韩丽还是靠着鬼屋的指点 找出了女鬼不振用的花轿 才逼出了她的真身 一剑将其斩了 整个过程大概就只有金童 觉得有趣了 而这一个月以来啊 诸如此类之事不是头一遭 令韩丽也颇为感慨 这幽冥之地的古怪 实在是太多了 韩丽没有理会金童 说道 鬼屋道友啊 眼前这片鬼欲大则 目前看似平静 不过应该也不是善地吧 鬼屋黑黑的一笑答道 这幽冥地劲 哪有什么善地啊 能有眼前这般光景就不错了 这鬼欲大则中的瘴气浓郁 经久不散 常年运征之下 已在天上形成五彩毒云 不过以你们的大罗之躯 只要不在高空飞行 直接进入毒云之内也就无碍 这倒无妨 只是你说的阎罗之府 究竟在何处啊 没多远就快到 提魂看了鬼屋一眼 醋没问道 这句话 你已经说了不下五六次了 阎罗之府究竟在不在 这片沼泽中啊 金童也是满脸狐疑之色 我总觉得 这里荒芜的很 怎么看也不像是有什么 房子建筑的样子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们的吧 鬼屋连忙说道 我哪里敢骗你们呢 这阎罗之府啊 其实就在大则中部的 一座孤岛上 只不过那里被一座 古怪的法则大镇包围 从来没有人能够进得去 至于如何古怪 等你见到了就明白了 韩丽说道 既然如此 就行鬼屋道有指路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由此半岛一路向西 约莫三十万里处 可见一片树林 那里的树比较特别 我们先去那里 其话音一落 韩丽三人便飞身入空中 却只是贴着大则水域上空 百余杖低空飞去 片刻之后 在众人视野尽头处出现了一棵 高达数百丈的黑色的枯树 此树树干本十分粗壮 只是通体漆黑干瘪 就如同被烧成了黑炭一般 没有丝毫生气 树枝四散无业 犹如一只只争鸣鬼爪 身向四面八方 其藤蔓如垂柳一般 从树枝上垂落而下 千丝万涛 上面密集悬挂着 无数腐朽的尸骸 乍看之下形态各异 令人头皮发麻 而在这棵枯树的后方 云杖雾绕之中 可仍然依稀看到 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一棵类似的枯树 密密麻麻 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就在寒历几人要靠近的时候 鬼屋却突然出声提醒 那些树是悬尸鬼藤 颇为难缠 切莫要过分靠近啊 咱们只销以这片区域作为坐标 向北而行 约莫一百七十万里 寻一块形似鬼魅的沼泽浮石 从那里再往西八十万里 就能到达阎罗之府所在的岛屿了 寒历三人闻言 立即停下身形 又朝北飞掠而去 寒历三人就这般在鬼屋的带领下一番辗转 又行了约莫三天多的时间 终于赶到了大则中的那座孤岛 距离岛屿上有千余里远的时候 几个人就看到岛屿四周啊 似乎被一层结界包裹着 所有烟障毒物全都被隔绝塞外 使得孤岛区域天朗气清 看上去倒像是一方域外净土 不过寒历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 那层结界中蕴含有强大的时间法则之力 三个人飞略而至 悬停在结界之外 朝着里面的孤岛上望去 就看到结界里面的时间 好似停滞下了一样 岛上树木苍翠 似乎在微风的吹拂下 刚有所摇摆便被定格在那个瞬间 就连从其树梢飞掠而过的飞鸟 也都保持着双翅伸展的姿态 悬在了当空 提魂目光一扫问道 这里莫非是阎罗之府 鬼屋说道 不错 就是这里了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这层结界充满了时间法则之力 将里面的时间给封禁住了 所有的东西都保持着封印式的状态 这漫长岁月以来 从未有人能够进入其中 更别说踏上岛屿了 韩丽略意查看之后 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里的封禁结界中 的确蕴含着浓郁的时间法则之力 但是却并非威力绝伦的杀阵 更不是坚不可摧的防御法阵 为何不曾被人打开呢 鬼屋有些迟疑地说道 这个嘛 韩道友大可以自己试试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哼 装神弄鬼 大叔你等着 带我先去试试 说吧 金铜周身金光一闪 不等韩丽阻拦 就已经当先冲向了结界 慢着 韩丽直来几喊出这两个字 就惊讶地看到啊 以蛮力冲入结界中的金铜 被一道金光包裹 瞬间退回到了结界之外 哼 装神弄鬼 大叔你等着 带我先去试试 金铜一撇嘴 又浑身金光冲了上去 可是瞬息之后 他就再次返回到了原地 口中仍然说着 哼 装神弄鬼 大叔你等着 带我先去试试 随后 金光护照再次朝着结界撞了过去 前面上的神情都和先前一模一样 似乎对于自己的重复动作浑然不知 又一次被瞬间传回了之后 金铜正要撞向结界时 却被韩丽一直布满金光的手掌 一把拽住了 大叔你干嘛 让我先去试上一试 你都试了好几次了 没用的 大叔你眼花了吧 我这明明还一次都没试呢 提魂 你说大叔他是不是糊涂了 提魂说道 主人他没胡说 你的确是试了很多次了 金铜门言一脸的迷茫 不是吧 我怎么不知道 韩丽沉吟不语 这才知道先前鬼屋为何会说这里很是古怪 思量片刻他才解释说道 这结界有封印时间的效果 但凡有闯入其中者 就会被时间法则所影响 使之永远保持进入结界之前的状态 若无旁人阻拦 只怕会永远这么下去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